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滴社爆料了森林劈腿被抓爆的事情 并公开了聊天记录录音内容 10月4号,根据滴社报道 森林想要在巴厘岛劈腿,但是失败了 滴社先是公开了录音内容 在一起,在一起的定义 啊,对方觉得你们是在一起了 这么说你就是在拿对方的心取乐 在戏弄对方 不是,我从来没有提过在一起 你给人确信你就是他的男朋友 但是我,对,我会对A某说的 你一直都这样谈恋爱吗 你也知道,我最后一次恋爱很久 那其他女人都是轻轻松松的对待吗 森林无法再继续说下去 他们的对话到此为止 B某立即打包行李前往机场后 搭上了飞机飞往韩国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23年9月28号的巴厘岛 滴社接着表示 森林相当精心策划了行程 他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 A某巴厘岛in,A某巴厘岛o B某巴厘岛in,B某巴厘岛o 但是事情并不顺利 森林将与A某的约会行程 完全套用在B某身上 相同的饭店,相同的餐厅 相同的海滩,相同的咖啡馆 最终被B某抓包了 因为A某和B某是IG上的朋友 B某对滴社表示 我看到A姐的IG现实动态 开始怀疑了我的眼睛 发现森林和我去过的餐厅和咖啡馆的照片 都出现在了她的IG上 地点一样 饭店,餐厅,海滩,咖啡馆全部都一样 我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这不就是说她带着不同的女人 按照相同的行程在走吗? B某马上联络了森林要求解释情况 同时也联络了A某有没有和森林 我去巴厘岛 A某回答 嗯,劈腿就这样抓包了 森林和A某是在9月1号正式成为恋人 森林也向她的外国朋友宣布了 今天是和A某正式交往的第一天 当天森林就提出了 前往巴厘岛的旅行计划 行程定在9月21号到9月25号 A某经过考虑后通议了 森林马上预定了饭店和机票 以下是森林与A某的聊天记录 手臂好了吗? 鱼轻了 漂亮的身体上有伤痕了 哎呀,早一天来也没关系吗? 嗯,没关系,怎么了? 因为想早点见你啊 好啊,礼拜四也可以的 回国的票呢? 保留着经济舱 好的,明天见 下飞机后打电话就可以吗? 不是老公来接吧 明晚几乎是12点才到 我会亲自接你的 我是这个样子过去 很漂亮啊 森林和B某是很久之前就认识了 在9月7号 偶然相遇的两个人 已经将近四年没有见面了 森林高兴地邀请B某参加晚上的聚餐 B某接受了邀请 当晚在场的人 还有森林的外国朋友以及A某 B某首次与A某打招呼 并且互相追踪了彼此的IG 从那天之后 森林继续与B某见面 当他不在韩国时 就透过电话表达爱意 他还提出了巴厘岛的旅行计划 行程定在9月25号到28号 B某表示 我们时隔四年再次见面了 其实我们曾经有一段暧昧的时间 但是欧巴闯祸了 彼此联系中断 然后欧巴也有了女朋友 所以我就忘了 但他说跟新闻里报道的那个女生 完全分手了 这次想要认真交往 所以提出了巴厘岛旅游 我当时也并没有讨厌这个想法 即使在追求B某的同时 森林也没有疏忽A某 他在与B某通话时 发送了短信给A某 他和A某吃午餐后 晚上则和B某一起用餐 9月25号晚上 森林与A某来到了机场 当A某完成登机手续后 森林马上去了入京大厅 他送走了A某 马上迎接了B某 D社表示 森林的计划很完美 唯一的失误就是 没有开发新的旅游行程 A某对D社表示 我接到B某的联系时 感到非常傻眼 饭店 咖啡厅 餐厅 海滩全部都完全相同 只是换了女人而已 我跟B某对了一下行程 同一家餐厅 点了一样的菜单 他还推荐了B某 我说过很好吃的三明治 日落背景照片 甚至连拍摄角度 都一模一样 最后A某向D社 说明了森林的劈腿技巧 这张高尔福球场的照片 是我在22号为他拍的 但森林把这张照片 发给了B某说 我和一些谈生意的伙伴来了 好累呀 很了不起吧 最后 B某也对D社表示 29号在确认森林劈腿后 我马上上了飞机 但是森林29号去了夜店 他绝对不会翻行 也不会改变的 接下来是9月28号 B某发现森林劈腿后 与A某的聊天记录 我真的要吐了 我现在在跟他说话 姐姐要怎么办呢 结果是送姐姐后来接我的 9月29号 森林与B某的聊天记录 真心盗窃都来不及了 竟然从开始到最后都在撒谎 把人当成疯子 哇 我这么努力生活 不是为了受到这种待遇 真的把人要逼疯了 到现在还没有清醒吗 狗习惯到不了哪去 我的道歉是真心的B某啊 从头开始都是狡辩跟谎话 可能还会有其他社会者 你知道你对两个女生做了什么吗 哇 真的太惊悚了 我第一次感到这么生气 快要疯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太恶心了 QQQ 好丢脸 哇 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想要跟他交往的人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 说实话 Seney劈腿一点都不神奇 反而是有想要跟他交往的两个韩国女生 让我更受到打击 一般来说都会觉得受害者可怜 但这次一点都不觉得可怜 都知道他对别的女生们犯下了什么样的罪 还喜欢了他提供的金钱等一切吗 竟然跟那位他在作奸的时候 尽全力伺候的女友分手后 做了这些事 真的很惊讶 全国民在骂他的时候 出了家人 是唯一真心帮他的人不是吗 对于地设爆料的Sene劈腿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多好